14位台湾艺术家搬着自己的作品 来到全球艺术学院名列前茅的伦敦大学金匠学院 如果如图地展开一场台湾原住民族当代艺术革命行动 透过不同艺术表现形式 艺术家们以剥夺为主题 呈现台湾原住民当代艺术的多元事件 而这场展览也写下首次 由台湾原住民族艺术家在英国自主策展的里程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 透过各个不同类型的艺术来做一个无声的抗议 那剥夺其实它很重大意识 我觉得是时候把我们的论述权从我们自己身上拿回来 而且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国际的学术平台去发表 车展筹划工作前后耗时将近一年时间 毕永表示最终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夺回原住民族的自我发生权 这个是叫站在祖父的土地上服务好了吗 其实我从信仰探讨的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在讨论原住民族的当代的那种矛盾跟压迫的处境 所以比如说他们去完教会可能还是要必须举行传统仪式 那我就在探讨说那传统的Gaia在这个当代原住民族的社会里面 它还存在多少或是我们了解它多少 本次展览唯一一位不是原住民的舞者薛玉仙 带来的舞作则是以蓝语打舞族拼板周围异象 传达在大环境中随波逐流的人类都会面对的迷失困境 其实我觉得就是回归到最单纯 包括随波逐流的海浪 然后到失去自我 失去自己的最爱 然后再到找回自己一个重拾生命重生的概念 当传统文化与当代思维相互交叠 艺术家借由自我表述 以肉身肢体 五感神经为媒介 述说台湾原住民族面临的矛盾和反思 原始新闻 九亚三迈杂老英国伦敦采访报导 好 好 好